今天简单加固一个长椅 这个长椅是藤边的 有点像蓝阳的风格 很大 我甚至还可以盘腿坐在上面 只是用久了 难免会有点不牢固 有些地方还开裂 铁钉生锈 就只能重新加固了 之前有朋友问我会不会把收集来的旧物做改造 我还真的不会 改造旧物需要一定的审美 我怕自己越改越丑 甚至是把那个旧物给毁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修旧如旧 把旧物表面的脏东西清理了 做好防虫防锈的工作 然后再加固 其他基本都会保留 我还挺喜欢旧物上面留有上一任主人的信息 比如之前淘到一个书柜 上面就有前主人的贴纸 做的记录 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顿时让我觉得这个旧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件 还有就是 岁月在上面遗留的痕迹 俗称包浆 尤其是在木制或者铁制的器具上面 被摸久了就会变得光亮亮的 这也是后期做不了的效果 是真真实实留下过来的痕迹 在阳光照射下的话也很漂亮 可能会有人去忌讳这些东西 但我不会 我反而觉得这就是旧物之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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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